这位位有叫掏生一救 说这个洋葱啊确实挺好 不过这味道生吃才有点受不了 挺合折 泡醋说他试过 青醋米醋陈醋都泡过 还是咸辣吃不下 说本身血压就高 心脏也不太好 还有什么能吃的给他推荐一下 就不想吃洋葱了 他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对心脏好 对 他不是因为不想吃洋葱 其实他吃不吃洋葱 对口味上来讲无所谓 是不是 他字里行间就是这意思 他核心的目的是 怎么能吃点什么 像洋葱一样对心脏 要是这样的话 我首先不能在洋葱上下功夫了 对吧 咋弄他都不爱吃 我不能硬拧着让他去吃洋葱 放聚洋葱 那就吃纳豆 纳豆 纳豆最主要是 它里面含有一定数量的纳豆鸡酶 纳豆鸡酶作为一种纯净物 一种蛋白质 虽然是在纳豆里发酵生产出来的 但是他对心血管异常 脑血管异常 对于血管异常的人 是非常有帮助他 为什么呢 这个纳豆鸡酶可以溶解纤维蛋白 纤维蛋白是什么 您可能不明白 我给大家打个比方 如果血栓是钢筋混凝土的话 显微蛋白就是钢筋 我这么说大家明白吗 明白 斑块血栓如果是钢筋混凝土的话 那个混凝土水泥成块 大腿砸就下来了 对 钢筋你砸不动 是 以前在整个生物界当中 没有任何一种物质 能够把这个钢筋 这个显微蛋白融化掉 所以斑块 陈旧性斑块 无法溶解 包括医院里有一些药物 什么尿基酶 引基酶 急救药 只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发挥做 过了时间 这钢筋一凝固了 再弄弄不断 容不了了 但是 这个纳豆浸酶 在实验室里证明 它可以溶解显微蛋白 它能把钢筋给你化开 厉害了 钢筋 没了钢筋 那混凝土 砸吧砸吧 翘吧翘吧 风吹雨打 都把它弄化了 对 就好处理了 所以呢 像刚才这位 你如果 不愿意吃洋葱 你可以多吃点 纳豆 哎呀 话说回来 纳豆也无什么好味 臭 臭 但是有市场上 有那种专门的 富含纳豆鸡梅的产品 也可以吃